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佛就告诉比丘 告诉和尚 就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世界上有四种梁马 梁马就是一种优良的马匹 第一种梁马呢 当你驾驭它来拉蹭着 拉后面的离车一样子 这种马 你只要举起鞭子 它看见了鞭子的影子 它马上就能上观形式 它能看见 哎哟这个情况 要走了 该快 该慢 或左或右 都是会随着你驾车者的 驾马车的人的心 因为你鞭子一举起来 它根本用不着你抽它 它就往前走了 这种是世间的第一种的梁马 佛陀又说了 比丘们 又有世间梁马不能经查到往返的鞭影 也就是说 还有一种梁马呢 它呢 看不到你的鞭子举起来那个影子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鞭子稍微碰到它的毛发和它的尾巴 它能够立刻 这个经查 就是突然之间震惊 觉察到驾驭者的想法 或快 或慢 或左 或右 这是世间的第二种马 佛陀又说 比丘们 如果这匹梁马不能注意到鞭影 也不能因触碰它的毛尾 而随顺驾驭者的想法 要以鞭打它的皮肉 才能觉察到或快或慢 或左或右 这是世间的第三种梁马 第三种 比丘们 佛陀继续讲 若是不能像前面三种梁马 能够觉察驾驭者的心念 而一定要以铁锤刺身 毁伤它的皮肉 骨髓 你才能有所察觉 驾驭者的心态 而且这个驾驶马车的人 一路要牵着马车行路 这种马才能顺着驾驭者的心念 或快或慢 或左或右 这是世间的第四种马 在正法时代 有四种善男子存在于世间 哪四种善男子呢 第一种嫌善男子 是听说有人因为疾病困苦了 甚至死亡了 他听到了 某某人生老病死的苦之后 心中马上升起了不畏心 就是恐怖啊 畏惧的心啊 而依照正法思维 精进的用功 如同两马固形机能调伏 看到鞭子的形影子 他就能哗啦哗啦哗啦往前走 这是第一种世间的 嫌善男子 嫌善男子 就是佛陀拿这个做比方啊 能够调伏自己的 能够看见别人不好了 而想到自己马上要改正缺点的人 属于嫌善男子 第二种善男子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他无法因为听闻 有人因疾病困苦甚至死亡 还心生不危 也就是说 他听到别人说 这个人死了 那个人生病了 很痛苦 他不大回事 他没有精进修行 他一定要亲眼看见 别人 他身边的同事啊 亲人啊 慢慢受到生老病死的苦 他才能感觉到害怕 还能精进用功 这种人呢 如同啊 佛陀讲的 两马促其毛尾 方能调伏 方能驾驭 这个啊 随着驾驭人的心 这就是第二种的 嫌善男子 在正法当中 得善自调伏 佛陀说 有一些人是听了人家讲 马上改变 你看看 师父有时候 跟你们孩子讲 你看看谁谁谁 不好啦 倒霉啦 你们自己要抓紧啊 没感觉的 等到他亲眼看见了 哎呦 真的呢 我这个同学生病了呢 你才当心 这是第二种 那么佛陀继续讲 如果贤善男子 不能因为听闻和亲眼看见 有人因生老病死 而生不畏心 生出的那些害怕的心 能精进修行的 他一定要看到 在城中啊 在部落里边呢 和自己亲近的人 你亲眼看见你 很可爱的人 你亲近的人 你的朋友 他们痛苦了 他们死了 你才会产生这种部位的心 你才能以正法思维 精进修行 就如同第三种两码 一定要鞭子 打到了你的肉身上 你方能调福 方能精进 这种属于第三的 贤善善男子 那么第四种 贤善男子是谁呢 就是对他人 所承受的 生老病死苦 不能闻也不看见 所以很多人说 谁谁谁死了 哎呦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死 很多人说了 哎呀 这个人很苦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苦 这种只有当他亲自受到 他自己身体上的老了 苦了 痛了 要死的时候 他才能想起 哎呀 我要燕离心生起啊 我要离开啊 我害怕呀 不想死啊 这个时候他才精进用功 就像很多人生了癌症 他才天天好好念经一样 就如同第四种两码 他必须承受 撤击撤骨之苦 才能调伏 也就是说 他只有自己痛了 他才可以改 他自己太太生病了 他都不会改 他的孩子生病了 他都没感觉到痛 他只有自己痛了 他才会想到我要吃素 我要念经了 那么这种第四个贤善男子 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啊 就是要自我感受到 他才以善自调伏 在正法当中 这就是阿含经当中 佛陀讲的故事 师父今天跟大家讲的 啊 就是希望大家要调普自己的内心 修心 修到境界提升 慢慢的解脱痛苦 慢慢的理解别人 知道别人的痛苦 你才不会去说别人 知道别人的这个忧伤 你才不会去触碰别人的忧伤 你不要等到别人也伤你了 你自己痛了 自己忧伤了 你才想到我要精进 我下次不能再讲他了 就像很多人吵架 嘴巴骂人家 骂了人家的祖宗了 人家揍你了 痛了 他才知道以后骂人 不能骂人家的长辈 道理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被人家揍了 你才改变呢 这就是智慧 没有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 就会产生痛苦 产生悲哀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学博的人 要拥有智慧 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 大慈大悲 慈悲众生一定会换来 你幸福的人生 就算过来 你会不会替你